《新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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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重医的過程當中 不到很多老祖先留下的那些方 用在病人的身上 而西醫他沒辦法解決的 這個就是我對我們中醫 特別喜愛的 我是謝發岳職業中醫 我生在台灣 長在台灣 剛開始是在台灣一品堂作證 我現在和我女兒在北京一家中醫館 擔任特聘專家 現在兩點多 你是處於很疲勞的狀態 很想休息 印象比較深刻的病人很多 我記得2018年小年那一天 到那邊看 其中有一個就是很嚴重的扁桃體發炎 所以很明顯的這兩邊 都像雞蛋一樣這麼大的肿塊 當時我就開了一個方 這個患者回去吃了三天 患者的家屬跟我打電話說 他把我吃的效果非常好 他特別感謝我 他怎麼都認識我 我的父親是個農民 但是他算是當時的刺腳醫生 他留了很多的醫書給我 給了我很深的靈感 所以我當時應該是33歲 就立定了志向 未來要好好的走中醫這條路 我就拜周博成老中醫為師 參加了台灣的中醫師檢定考試 跟著張布陶老中醫 學習一些經典方 我2005年把我的閨女送到北京中醫藥大學 我當時送她來是希望她回台灣接我的班 但她畢業那一年她堅決不回去 她說大陸市場大 將來發展的空間比較大 所以她就毅然截然留在這邊 但是做父母的總是想到 這個女兒從2005年來到這邊 就一個人孤零零的生活 孤零零的工作總是不忍心 所以我跟內人商討 決定過來看看 能不能在這個環境下共同創業 但是後來知道 我們這邊作為一個合格醫生 正式職業的話 必須要有臨床碩士的資格 才能參加考試 所以我2011年 我考上了山東中醫藥大學 2017年取到了這個資格證 我就正式到北京 那一年我也66歲了 我考研也費了一番功夫 那時候我印象很深 拖了很沉重的行李去山東濟南 這樣子來來回回也四年的時間 很折騰的 但是我當時的毅力勝過了一切 喜歡買這種口袋筆記本 很仔細地 這個記載 我做好多啊 也有個書櫃 來大陸就業 確實是經過一番掙扎的 最主要是大陸有專屬的中醫醫院 分科分得非常詳細 但是台灣沒有 所以我感覺到可以累積豐富的經驗 我從小讀的歷史地理都是民國時期 所以我們對帕路文化非常嚮往 我一定要到各地走走看看我們博大精神 最大的收穫就是我把一些宜蘭雜症的病人轉移為安 他的企業其實就是鼓勵我更崇尚往中醫要走的這些動力 這邊最大的困難就是沒有病 我們這些患者也很熱心 幫我介紹了好多的患者 才能夠立足於北京 大陸最吸引我的地方應該就是人口很稠密 相信中醫的人越來越多了 尤其這一次新冠肺炎以後 因為中醫的介入 所以我們年輕人也開始慢慢接觸中醫 相信中醫 中醫藥其實是不能分地域 銅跟銅鹽是永遠切不掉的 我還是會講究道地的這個藥材 這個當歸還有桂枝 就是等一下煎的時候就放白酒 我除了工作大部分是找老朋友聊天 現在講老朋友是從17年來的了 也是很多的機緣 又多了幾塊石頭 石頭多了溫差就大了 這整個是珠紅色吧 我的身體也是謝醫生 也是多次地給我把脈 包括我們全家還有我們公司的人 謝醫生也經常來我們公司給我們一診 我認為龍路感很好 所以我才能夠繼續工作繼續生活 對病患幫助他們的這種願望 希望一直能夠持續下去 這樣子我就不忘初心 放得始終 我們就不用擔憂 還有我們可以下班 我們要來的房子 我們來的房子 我們要來呢 我們要來的房子